以色列警方星期一和抗議者發生了衝突 抗議者封鎖了特拉維夫一條高速公路 要求達成協議釋放加薩人質 已關周末發明了六名人質 顯然他們是被哈馬斯槍殺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一說 接近提出釋放加薩人質協議的最終提案 俄羅斯總統普京展開了蒙古的兩日訪問 這次是普京首次訪問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國 俄羅斯星期一對基庫發動了導彈襲擊 引發了火災並破壞了房屋和基礎設施 這次轟炸正值許多學童開學的首日 特尼斯選舉委員會星期一批准了總統 凱斯·塞爾德和另外兩人 參加了下個月總統選舉的候選人資格